大师大师好 这是缘分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 是吧 第一次接触 就抽到了 很幸运 谢谢你 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儿媳妇怀孕的事情 几几年数什么的 79年数码的 今天全是码 怎么今天都是码了 我儿子数码的 我儿子78年7月份 数码 他们两个都数码 一个17年 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两年了 调过一个孩子 过去不是生不出来的 有过 对 想想一点呀 对 都看得见哪 我告诉你呀 明白了吗 那个人特别激动 很激动 确实很激动 很有缘分 你能不能叫你媳妇以后吃全素 吃全素啊 那我回去试试看 我也不知道 你说你要生孩子们 但是卢台长帮你治病啊 你想生孩子出来吗 叫他吃全素 他现在生上业障 种得不得了 根本生不出来 而且我看他两根输染管 一根堵塞了 还有一根也差不多要堵塞了 你去问问他看 医生查出来跟卢台长讲的一模一样 他是这样子 他是从法国过来 跟我儿子一起开公司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叫他念 小房子要念69章 好吧 然后呢 叫他放生 要放得多 八千条 八千条 好吧 问题最大的问题 他信不信 对 我也是这么说 如果他不信的话 你今天帮他问了 你就麻烦了 接下来你就倒霉了 所以帮人家问 一定要对方信 对方不信的话 你帮他问了 好 他身上的鬼就说 我找你 就这样 所以不要随便帮人家问 你今天说 你帮自己的儿媳妇问 儿媳妇不相信 那么我讲的小房子 谁念啊 那么你念 我念 好了 那我只能这样念 你这个一句话 我就 因为他 因为我经常发现背啊 很多人叫我看 人家一不相信 接下来鬼找我啊 晚上跑过来说 你帮他看的 卢台长 那你帮我来解脱呀 帮我来救我呀 那我怎么办 不用大师背 那肯定是我背 因为他是我的儿媳妇 肯定是我背 你不要讲得这么清楚 你以为就背个包啊 我告诉你 让你身上浑身发痛 到时候呢 头痛眼花 开始不讲话了 我现在自己本身都是头疼 说背疼 已经背了 是 我已经背了 你就说已经头昏眼花了 再来一点也不怕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已经要死了 为了子孙后代 我觉得是值得的 什么 为了子孙后代 我觉得是背也值得的 哎呦 碰到那个伟大的主意了 他们 我跟你讲 你叫你儿子也要念经 儿子不念经也不行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这儿子还是很听你的话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儿子欠你很多 嗯 所以你叫你儿子干嘛 你儿子就干嘛 听得懂吗 是吗 哎呀是吗 还要假装客气呢 那我 那我太幸福了 我告诉你 你把你儿子当老公一样 还要我讲啊 我都看得出来的 是吗 哦 和是吗呢 哎呀 谢谢 谢谢大师 自己肚子里最清楚 因为她的儿子啊 跟她上辈子啊 我刚刚看啊 夫妻啊 所以她的媳妇进来之后 她真的百般刁难 她不让她儿子谈 过去儿子谈了好几个 我刚刚看 全都被她剿掉的 哎呀 大师你说得很对 他们 不是 他们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呢 因为我觉得你们上大学 还年轻 不要那么早谈 不许谈 结果一个 跟妈妈谈 结果一个去 结果一个去了法国 一个来了澳洲 这都年以后 人俩又搞到一起去 没有缘分 是这样子的 我不是说我阻挡儿子 不让儿子结婚 你就不让儿子结婚 我是觉得他们那时候 太小了 我告诉你 有雀桥相会他们现在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以后 你以后还要让孩子 跟他们跟你分开住 因为 我们已经分开了 哎 如果你不跟外住的话 你嗑孩子嗑得这么厉害 我 啊 你的命很硬啊 男人命啊 我 嗯 儿子在是吧 儿子在上班 哦 上班没关系 那么老公在不在啊 在 在是吧 在 那我就不讲了 你讲没关系 你你讲你谢谢没关系 我讲你就说你连老公都嗑 但是呢你要记住 你老公不大理你就没关系 嗑你们记住了啊 嗑人的命并不是说我跟你啊 非要打架叫嗑不是这个啊 嗑是什么呢 只要讲话 讲话就是嗑你的 为什么不不通过语言交流 他不存在嗑的问题 这个语言交流是是个电波 你们想想看有时候被吵架的时候 被老公骂了一句 突然就闷住了 讲话都讲不出来啊 嗑住了 后来有时候突然之间被老婆一骂 气得来也讲不出话来了 就嗑你了 听得懂吗 所以叫你老公不要多理你 我们不理睬他 就不嗑嗑了 我老公一直在 我是十六年的 我是十六年 我是狗的 我想你给我看 我现在头疼 背疼 头疼啊 嗯 背疼 你也钓过孩子 是 赶快念掉 你不念掉你怎么办 不念掉你头一直痛啊 这个小鬼现在两个手抓你的头发 听得懂吗 你是后脑勺痛 不是前脑是后脑 是 好啦 我告诉你 他抓到你一定的时候 他就把你带走了 所以你还有十几年 他可以捉弄你 一直让你很难过 听得懂吗 我已经七十了 七十了 那你的命根 应该阳寿应该活到八十 我四六年的 你还想活吧 想哦 想嘛就好好念经念掉呀 你就是死了之后 他这个鬼也会跟着你跑的呀 哦呦 那么可怕 啊 我讲给你听好了 我告诉你 他经常在你家里 你们家里晚上经常有声音的 楼就在房顶上 听到声音吗 嗯 我们做的是unit 我还以为是楼上的人的动静 楼上呢 楼上呢 楼上晚上人家睡觉了 听不懂啊 楼上呢 你试试看 那么我问你啊 冰箱响 是不是楼上啊 那冰箱响我能听出来 你能听出来 你没听出来 他说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叫他拼命的把你冰箱弄坏 你试试看好吧 不要呀 不要呀 不要了 你相信不相信 我告诉你 很多人不相信的 有一个老伯伯山东人 不相信啊 我说我明天早上让你看看 啊 你叫他来找我 第二天一早六点多钟 我还没上班呢 就打到电台里来了 哎呦 陆台长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掐我脖子 听得懂吗 这叫什么 叫压身 鬼压身 不要这样 大师不要这样 没有我才不会呢 你是谁我也不知道 我才不管你这种事情呢 你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 失眠 第二 掉头发 对 第三 记性越来越差 是 是 对不对啊 都是很对的 还有颈椎也不好 是 腰也不舒服 是 明白吗 再往下看 关节也不好 是 几乎没什么地方好的了 我老了 老了 你是七八年的汽车 既然还给你在马路上开 哎 很不容易 哈哈哈 谢谢 嗯 很有缘的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要记住 我觉得你年纪这么大了 应该 应该好好的 就是说自己清心寡欲 欲望少一点 不要说哎呀 这家长里家短的 哎呀 这个人家买什么东西啊 不要了 好好保保命吧 好好念念经吧 好 好吧 好 每天念心经 二十一遍 大悲咒 十七遍 再要念三遍礼佛 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好的 好吧 谢谢 他很有才华的 人很有能力 嘴巴特别会讲 像他这种人 要度人就好了